以《新时代新篇章》开启中外电影合作新征程为主题的第八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主论坛 12月8日在福州举行 作为本届电影节六大主体活动之一 主论坛上,与会嘉宾聚焦与思考新时代新形势下中外电影合作 在融资、拍摄、发行、推广等环节中面临的新机遇与挑战 探索中国电影和海外合作紧密化与多元化的途径方式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批铭在论坛上 做了题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战略与策略构想》的主题演讲 在他看来,要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电影深度合作 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 合拍片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 就是通过合拍,我们的对方国家他就会放映我们的影片 他就会看到我们的影片 如果说你只是把我们的影片推过去的话 在推广过程中还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合拍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广中国电影的一个路径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作为文明交往与对话的重要载体 电影是思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谈及合作与交流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原总经理苗小天 也提出了通过中外合拍片 讲好中国故事的观点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中国的电影人和境外的电影人 相识交流之后可以展开合作 那么在合拍的全过程 我们可以探讨如何把我们这个故事讲好 国外的比较好的编剧 特别是他曾经的电影能够在全球上映 或者在很大面积的海外国家发行的话 他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经验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和境外比较好的编剧来合作 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记者要知道《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自2014年设立以来 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七届 第八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12月8日在福州开幕 电影节突出国际方专业性与惠名度 设置了六大主体活动 包括启动仪式 电影评讲 电影论坛 电影展映 电影市场 颁奖晚会等 内容越来越丰富 这个呢 关注的面也宽了 包括把纪录片都囊括进来了 为青年人也设立了创投的一些活动 这些呢 都是实实在在的 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举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